除了天籁的嗓音 周深的怼人功力 相信大家也有目共睹 但没想到的是怼天怼地的他 竟也有认怂保平安的一天 毕竟再不道歉 周深可能就要得罪整个娱乐圈了 自从参加了综艺节目青春环游记 周深就开启了疯狂得罪人的模式 因为节目中看图猜人的环节 仿佛就是为了周深而量身定做的 高度的近视加脸盲 每次都使周深错过正确答案 好笑的是 周深明明每次都很努力地在猜 但就是答不上来他们的名字 在猜章鱼起时更是搞笑 明明都知道张鱼起曾出演过《美人鱼》 但就是答不上来名字 面对队友的疯狂提示 周深连耳朵也不好使了起来 没想到的是周深没有认出张鱼起的照片 渐进上了热搜 随后更是起提张鱼起本人质问 你没有在法国排队吗 当然了张鱼起并没有生气 而是玩了一个梗 她曾在《美人鱼》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我有钱有身材 追我的人从这里来到了法国 面对鱼起姐姐的质问 周深立马就认怂了 发了一大篇微博 字里行间都散发着彩虹屁的味道 配图里的卑微表情包更是展现了她强烈的求生欲 更有意思的是 与周深相爱相杀的生米们仅必知不及 全体刷屏 偶像行为 请勿 上升粉丝 除了粉丝 春游家族的小伙伴们也前来调侃周深 杨迪是直接问需不需要快递催板 贾灵呢则是前来帮周深说两句 称我们都看出来了 只有周深一个人没看出来 导演梧桐更是搞事情了 称了私下给周深发了其他姐姐的照片 果然一个也没认出来 但这些都还是周深噩梦的开始 毕竟啊在后续的节目中 看图猜人环节已经成为了必玩游戏 这个游戏是周深最擅长的看图猜人游戏 还要得罪吗 除了节目组搞事情外 贾灵呢更是直言 找点一线的脾气不好的给周深猜 这 不是真朋友还真不会这样坑啊 不过对付周深呢还真不用费力气 这不面对万千的照片 周深又疑惑了起来 更搞笑的是 贾灵都十分明显地提示出万千这个名字了 但我们的深深子还是一脸懵 他是谁 万千 好万千啊 虽然不能及时地认出姐姐们 但周深的认错速度却是非常快的 当时呢就跪下对着摄像机做出了求饶的动作 可以说是非常卑微了 没想到的是周深的这波操作再次迎来了事件主人的质问 万千发文称 等你从法国排队回来 我们认识一下 看来呀周深认不出姐姐的事件已经传开了 毕竟万千这么服气都能知道前因后果 之后周深呢也回应了万千 称自己在法国的号拿板凳剔着呢 现在正带着剑翻着身 再去打节目组的路上 还在括号里多次解释 自己真的认识万千 不得不说周深虽然在犯错时毫不含糊 但每次犯错之后 认错态度却十分端正可爱 这样的深深子你挨了吗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甜甜蜜蜜小白粥 尝我一口 哼 喵喵喵 哇